- 字幕提供的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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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Abi 歡迎來到我們 《智慧家庭專業問以達》的第一集 今天這一集想要跟大家重點來談談 關於《智慧家庭的迷思》 那我這邊想先問問在座的各位 家裡沒有安裝《智慧家庭的舉手》 想問沒有安裝《智慧家庭的原因》是什麼啊? 太麻煩了 非常好 對我來說好像可有可 確實跟網路上我這邊收集的資料 大家的想法差不多 那我今天這一集就想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關於這些常見對於《智慧家庭的一些想法》 看看我們今天討論完有沒有機會 打破你對它的既定印象咯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迷思的討論 第一個 太貴了 是的 《智慧家庭給人》的感覺就是 入手的門檻太高很花錢 確實喔 如果你想要將你的家 身體成智慧家庭 勢必需要花一筆備用 如果可以不用花錢 就可以將你的家變成智慧的方法 麻煩觀眾也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也是蠻想要知道的 那現在的問題 到底是要花多少錢 是不是真的很貴呢? 本來每個人家都會擁有的 門、窗簾、電燈這些 是本來既有的設備 此時我們只需要將預算提高10%到20% 讓它變成更省時、省力、省電的好幫手 讓你的生活從此有感的提升 超過10%到20%的價值 所以這樣真的很貴嗎? 我覺得可以用買衣服來做舉例好了 像是我現在如果想要買衣服的話 我個人可能也會比較偏好買 材質比較舒服的 或者是剪裁比較適合我身型的 甚至是我覺得可以突顯我個人品味的 所以對我來說 買衣服已經不單只是讓自己有衣服可以穿 而是一種對於自己品味的建立 不過你也是一個愛家戀家、喜歡宅在家的人 我相信這個價值是非常的值得喔 但我覺得這就是看個人的 所以說智慧家庭好像可有可無 確實你現在的回復 也可以讓我們帶到第二個問題討論 就是智慧家庭給人的感覺就是很選 但沒有什麼用 嗯...你是說像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子啦 其實智慧家庭可以做到的東西是更多的 像是我們在外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設定將我們的家庭設備做關閉 然後或是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如果有其他人傳入家裡 也會透過APP來通知 甚至是當我們講說半夜要下床的時候 小夜燈就會自動開啟 總總的一切都是會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的 所以我覺得安裝智慧家庭的感覺 就像是有一個非常懂你 而且很會討你開心的管家 幫助你營造出一個更舒服 更適合你的生活空間 所以安裝智慧家庭真的只是很炫沒有什麼用嗎? 我覺得啊...真的很好用 只是看你會不會用而已 接著我們就來討論我們迷思3的部分 迷思3這邊提到說 裝潢前就要先決定是否要安裝智慧家庭裝置 不然等到已經成屋了 我們需要再花一筆費用來打掉重練 如果要整合智慧家庭裝置 確實比較常見的做法 是會在裝潢前就會開始來做討論規劃 但其實這邊要先給一個觀念喔 就是如果要實現智慧家庭 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在裝潢前的時候就先討論 那第二種的話 則是可以透過安裝智慧模組 那第三種的話 則是可以採用智慧產品來做一個導入 那所以當現在我們這個家 以及是一個沉屋的狀態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智慧模組 或者是導入智慧產品的方式來實現 那像是自豪這邊就有一些沉屋的案例 就是舊屋來安裝智慧家庭的裝置 其實屋住也都是非常滿意 而且也非常喜歡的 我們甚至都不需要動用到任何的線路 跟配線等等的問題 所以啊 智慧家庭真的需要在裝潢前就要安裝好嗎? 嗯嗯 其實並不用喔 所以這點有沒有打過你的迷思呢? 好 接下來討論我們的迷思是 一旦使用了某個系統以後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選擇其他的品牌 我們就此就被綁住了 嗯 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過去不同的品牌 確實是沒有辦法跨品牌來做使用 不過這個問題也在今年獲得解決囉 智慧家庭標準Mate 在今年10月正式推出啦 智慧家庭標準Mate 是業界所公認的標準規則 所以只要這個產品上面 印有Mate的字樣 基本上就不用再擔心任何不相容 或者是連接上的問題了 這個Mate標準 基本上是各個商家都會共同來遵守的 因為各個商家他們也會擔心自己的商品 無法被消費者使用 所以都會非常嚴格的來遵守 所以當消費者在採用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有任何整合 或者是不相容等等的問題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好消息呀 同時智豪也有自己的研發團隊 就算不使用Mate 也可以做到串聯設備使用喔 所以智慧家庭真的會被各個品牌綁住嗎? 會是這樣子囉 現在各個品牌都是可以 沒有問題的做串聯了 好的 以上就是為大家破解 四個常見的智慧家庭迷思 現在智慧家庭在台灣 還不算非常普及 所以許多人對於智慧家庭 還存在一些模糊 無法想像 甚至是不信任的感覺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部分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智豪 讓我們製作更多的節目 可以為大家來解答 大家也別忘了訂閱智豪 並開啟小鈴鐺 讓我們可以來跟大家做更多的討論跟分享喔 我是Abi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